首屆中東盃全國籃球賽 主要是邀請國小五六年級組隊參加 因此現任有八所國小 連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共14校 一連競賽三天 透過這場籃球賽 不但是企業家為朝中回饋鄉里 推廣運動的公益表現 更可以藉此提升宜蘭的籃球姬勢水絕路 並且宣傳宜蘭的優質觀光 所以線外來參賽的球員 都覺得這是很棒的賽事 很好玩啊 怎麼說 就是 搭車來宜蘭玩很好玩 打球的感覺怎麼樣 就是 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邊結束是一截十分鐘 然後只打兩截而已 好玩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因為平常在台北市很擁擠 那再到宜蘭你會有那種很開闊的感覺 心情就會 對 就很那種放鬆的感覺 所以你們現在第幾名了 我們現在應該進四強了 對 還有信心第幾名 一定要第一名啊 我是宜蘭人啊 對對對 帶學生回來宜蘭家鄉比賽感覺怎麼樣 非常的高興 我們常常都會帶小朋友到宜蘭做一地的訓練 還有一些交流比賽 那我覺得宜蘭的環境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 整個線內的建設也慢慢的都跟上這個台北的水準 所以究竟我們就會長期而且蠻長的次數 都到宜蘭這邊來進行比賽 他是由中中珠寶的魏董市長 魏董市長是我們投城國小的傑出校友 然後在事業有成之餘呢 對運動也非常的熱心 然後也想回饋母校 所以就在委託我們投城國小來辦這個活動 一個城鄉交流 能讓都市地區的小朋友 藉由這次的比賽能夠實地來參訪一下 我們宜蘭的一些非常有名的風景區 也藉由這個比賽來認識我們投城地區在地的特色 比如我們的投城老街 我們的烏石港的漁村文化 而賽事結果 由台北市的新農國小跟國外國小 分別拿下五年級跟六年級的冠軍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